大家好,欢迎来到胖胖说故事,今天要讲的是一身党敌曹操的首席保镖点围,虎将如云的曹魏大营里,流传着一首歌谣,仗下壮士有点君,提双几八十斤,重将是交口称赞的,乃是形貌高大威武,寸步不离主公身边的晋卫首领点围。 如果说卫武大帝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保护神,那么这位点君,便是用生命守护曹操的战神,在轰轰烈烈的历史大戏中,点围的戏份不算多,却像一颗最耀眼的流星。 划过三国时代将星璀璨的天空,他拥有英雄豪杰应具备的所有要素,忠勇无畏的性情,永贯三军的功夫以及精彩传奇的事迹,而他在谢幕的最后一个定格,留下了悲壮惨烈的牺牲画面,最终成为三国时期最令人扼腕的人物,也成了最受后世喜爱的三国大将之一。 陈留人点围,在史书中并没有留下其他名号,这样的人,要么身世卑微,急急无名,要么身负要暗,隐姓埋名。 神秘的点围在三国志中的第一次亮相,是以刺客形象出现的,文中说他,形貌魁梧,屡历过人,有志杰任侠,全然一个武艺高强而又鼓道热肠的下势,接下来,他展开了一场计划缜密, 手段裹绝的暗杀行动,狭义为怀,陈留隶属河南,是曹操首唱一兵,召集英雄共同讨伐董卓的地方。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前后,河南地界出了一大命案,作案者点围,一夜之间名震江湖,坊间巷里会声会色地讲述着他的事迹。 事件起因是这样的,相议的刘氏与虽扬的李勇不知因何是结仇,也不知陈留的点围与刘氏有何身后交情,点围决意挺身而出,为刘氏报仇。 李勇做过傅春的县长,应是当地一个大户,他彭扶真的做过亏心事一般,总是提防着有人要害他性命,在家中豢养几百侍卫。 寻常人等根本不可能进他身,更别提刺杀了。 这一天,一个汉子赶着车,在这九十驶过街时,他自称是专程拜访李勇的远客,在李府大院前停了下来,这汉子便是点围。 点围在考察李府四周环境后,既没有穿着夜行衣飞檐走壁潜入主人内室,也没有挥舞着刀剑使不杀一人那样靠武力冲进大院,平级乔装打扮和高超的演技。 他竟然堂而皇之从正门走了进去,顺利闯过第一关。 他和李勇会灭后,立刻改换面目,从怀里抽出匕首,手起刀落结束了李勇的性命,紧接住,点围一训练不及掩耳之势,杀了李妻。 前一秒还是笑容可掘的贵客,后一秒就成了替天行道的杀手,李府护卫不知道是吓破胆,还是内心并不想为其卖命, 竟然没有人上前阻拦,眼睁睁看着点围不出李府,点围从车上取出常用的刀挤后,不顾衣衫上斑斑血迹,头也不回,大踏步走向街市,李府几百护卫,这才回过神寺的清朝而出。 大家拿着武器,不远不禁跟住点围,谁也不敢贸然上前。 长街上,百姓纷纷给点围让出路来,整个集市上的人都惊呆了,毕竟一敌百的大场面,可不是寻常能遇到的。 点围一直安然无恙走出四五里远,这才和同伴会合。 这群人且战且走,很快摆脱了追击,从此,这世间少了一个恶人,多了一个一起深重的侠士。 之后,到了出平,190年到193年年间,陈留太守张淼高举一旗,加入陶董大军,这位侠士便投入其帐下,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士。 没错,点围的出场故事,几乎是游侠猎传或刺客猎传中的翻版,换一个角度看历史,这风烟四起,纷纷和和的三国天下。 武艺高强,一波云天之辈层出不穷,很像一个真实的武侠世界,侠者,肝胆相照,生死相交。 三国世界里,就有这么一群豪侠,怀着吃热的侠情,高益行走世间,活出了帅性,坦荡的模样。 点围,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,蒲羊旧驾。 点围最先效力的主公张淼,是汉末逃懂大军的一路诸侯。 不过三国制并没有记录点围的相关战绩,而是继续集中笔墨,展现他的武艺和才能。 锦衣力举牙席事件,再次彰显点围一高胆大,不拘一格的性情。 主帅出征,高高大大的牙门旗是必备的一仗,象征着浩大的军威和高昂的士气,他本就沉重,往往要几名军士合力举住才能勉强行走。 但是自点围进入大营,情况就大不同了,他一人便可轻轻松松举起牙旗,护从张淼车架。 典威的武艺和神力,很快就在军中传开了,也很快传到了当时共同陶董的曹操营中。 早年的张淼与曹操,可说是一对过命的至交好友。 陶董盟军执着不前时,曹操孤军深入一决战。 张淼派出大将援助曹操,盟主袁绍与张淼不合,命曹操杀之,曹操从私交与大义出发。 极力劝谏,孟卓张淼子是我们的亲友,有什么矛盾应当包容他? 当今天下未定,我们更不应自相残杀。 曹操攻打陶谦之前,也只放心把家人托付给张淼。 后来曹操平安归来,见到了张淼,两人更是相对垂类,不慎感慨,其情深意厚至此。 后来,张淼一率军归附曹操麾下。 谁知,在新平元年194年,张淼与陈公等人勾结吕布,密谋叛乱,以对好友分道扬镳,张淼更走上了兵败身死的不归路。 不过,我们的传主典威并没有跟住主公走上末路,已是半个曹营将士的他,在这关键时分正式加入曹军大营。 平级雷雷战功,点为升为司马,逐渐成为曹操麾下一员猛将,实际上,点为头曹,也是一次基于狭义的选择。 当时曹操攻打徐州,吕布趁机袭破他的衍州大本营,占据蒲阳,一时间,衍州郡县纷纷倒戈,只有三处城池仍在为曹操苦苦作战。 以无法确定,点为究竟在何时,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转头曹操,或许就在张淼密谋之时,或许正是眼周大乱之际。 总之,心怀狭义的点为,依然败于真正的雄主麾下,竭力辅助曹操扭转危局。 从此,点为的人生,真正变得鲜活起来。 当时,吕布派军队驻扎于蒲阳城西四五十里处,曹操准备突袭蒲阳。 点为就在人生的第一场重大战役中,为救曹操绝地反击。 从此一战成名那天夜里,曹操夜袭蒲阳据点,双方熬战自身夜至天明,终于攻破敌营。 然而,曹操未及还军,吕布突然带领援军赶制,双方再次陷入激战,又从天明打到日暮时分。 吕布有三国第一猛将之称,此时愈战愈勇,而曹操的军队属于千里奔袭。 连夜作战,又是三面受敌,再僵持下去,情况只会更加危险。 曹操当机立断,怀着破釜沉舟的魄力,临时招募破阵先锋。 准备齐齐突围,为大军争取全身而退的生机,又是点围第一个站出来,带领数十勇士应目。 点围让大家都穿上两层铠甲,不用盾牌,一手拿长矛,一手握了脊,全力向战况最激烈的西面突击。 敌方弓弩齐发,剑如雨下,点围只坐不见,身仙士卒,一边击退散兵,一边吩咐同伴。 敌军距离十步远时,告诉我,不久,同伴高呼,十步了,点围不动声色,继续倒计时,距离五步远。 告诉我,很快同伴慌张失措的喊道,敌军已到,点围大喝而起,声似雷霆,挥舞兵器正式开战。 他再次展示刺客搏杀的优势,那兵器彭扶活了一样,一勾一滑,一挑一刺,招招夺命,挨上他的敌军,纷纷倒地。 其他的仲甲勇士们,随他一同奋战,最终冲破敌军包围,萧勇如吕布,也只能无奈地看住曹操大军安然撤离,尽忠职守。 有,兴平二年,一百九十五年,曹操重整旗鼓,收石地,逐吕布,成为名副其实的眼周墓。 建安元年,一百九十六年,曹操收玉州,奉天子已令不沉,行屯田,强兵足食,使力日益壮大。 这两三年中,也是典媒最辉煌的时光,因濮扬救驾之功,典媒被授为都尉,继而升为校尉,有权统领亲军,成为保卫曹操安全的亲信之一。 他所挑选的亲军,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武士,组成曹营中一支精锐部队。 平日里,典媒带领他们围绕大战四周巡逻,战时,他们就变成冲锋陷阵的先锋军, 保障曹操在任何时候都安全无余。 曹操对初来乍到的典媒给予最大的信任,让他做自己的贴身护卫,等于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托付于他。 而典媒也以最大的忠诚回报这份信任。 他本身高大雄壮,双脊,长刀等兵器不离手,神态不怒自威,任谁见了都心生敬畏,而且,他为人谨慎稳重, 白天守着曹操,一战就是一整天。 晚上,他也几乎不到自己住处休息,直接携在曹操大仗旁边。 这样的典君,绝对是最佳的保镖人选,曹营最强大的保护伞。 典媒侠仪豪放的性情,也让曹操由衷喜爱。 他最大的特点,就是一个顶俩的大食量,而且他无论在谁面前吃喝,都毫不作作,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快朵仪。 哪怕曹操赏赐韭菜,放在他面前,典媒也能毫无顾忌地大吃大喝,而且速度之快,左右侍从要不停地添酒添菜,才能勉强攻得上。 曹操见他这样帅真,更是赞赏不已。 军中将士敬重典媒的功劳,喜欢典媒的性格,特意给他编了一支歌谣传唱。 原本典媒追随曹操,可以就这样一边大吃大喝,快以人生,一边立马横刀建功立业,这大概是每个豪侠最理想的生活方式。 然而这一切,在建二年一百九十七年的正月戛然而止。 那时,曹操南征晚成,驻军御水,聚首的军阀张秀率重请将。 曹操非常高兴,在晚成制酒设宴,宽待众人。 席间,曹操亲自和将将们把酒言欢,典媒就横眉怒目,握着任宽一尺的大福,立在曹操身后。 一旦有人靠近曹操,他就立刻举起斧子,直直注视着他。 典媒的炯炯眼神,似乎比那斧子还要锋利,一场酒宴下来,张秀和他的将士喝得是心惊胆寒。 谁也不敢抬头和他对视片刻,庞扶会被那眼神割得遍体鳞伤一般。 饶是如此,张秀还是在十几天后毫无征兆地反叛曹操,偷袭曹营。 曹操领兵匆忙应战,不得不率清齐兵迅速撤离。 主攻有难,身为保镖的典媒自然义不容辞,全力保护曹操安全。 为了让曹操安然撤退,典媒就像一夫当官那样,死守迎债大门,阻挡叛军追击,血染晚成。 张秀的士兵虎视眈眈眈,越聚越多。 弓弩,枪级都指着点围聚守的营门,叛军设于点围的威势,不敢硬碰硬攻击。 于是四散开来,从大营其他入口闯进,将点围团团包围。 若是他一人,与千军万马中挤进挤出,再迅速撤离都不是难事,难的是怎样挡住这些叛军。 为曹操争取最多的撤退时间,点围看看身边,还有十几个弟兄严阵以待。 他那比刀斧还要锐利的目光,穿过重重叛军,望着曹操远去的方向,那目光似乎也多了几分深情。 叛军不断逼近,点围再次回顾身边的亲军,大家都用无声的眼神传递着同样的讯息。 大丈夫计时军录,当死于战场,以马格果失还,幸也。 就在叛军冲到几步远的时候,点围挥舞长级左右冲杀,每一次攻击,都和对方十几件兵器相接,而那些兵器立即应声而断。 点围的亲军同样以一当时,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,叛军如潮水般,一次次冲击着点围这座孤舟,虽然浪涛被一次次击溃,这座孤舟也越来越残破。 时间伴随着点围沉重的心跳声,庞扶缓慢下来,在舍生望死的拼杀中,点围忽然想到自己短暂的一生,想到未有报仇的快意,想到一决张淼的坚定,又想到这几年来护卫曹操的保镖生涯。 狭客,岂是贪生怕死之人,岂能做小儿女情态,只是点围就在今日,要和主公诀别,这一刻,来得太过突然。 然而,他心意已决,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熬战到底,他拖住叛军的时间多一分,曹操的安全才会增加一分。 很快,叛军死伤极,秦军已一个个倒下了,最终只剩下点围一人,带着十几处重伤,却似无痛感一般物资死战。 叛军越来越近,长级已不堪用,点围索性改用短兵,将叛军逐个击杀。 两名不知死活的无名叛军,大住胆子扑到点围面前,想将他生擒,点围却用双臂钳制二人,奋力已加,把他们变成两具尸身。 他又以此为武器,致向叛军,叛军见他重伤之下,神勇如斯,不禁又惊又惧,谁也不敢继续上前往送性命,都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,默默与他对峙。 是,但是,壮士点围也走到了登进游窟的时刻,他知道自己伤势严重,即将隐秘,生当作人杰,死一世鬼熊。 他仰手挥刀,又杀几名叛军,用尽了最后一次力气。 他改为称慕大骂,骂天下忘恩负义之人,骂一切背信弃义之行径。 也不知过了多久,叛军才发觉点围的骂声停止了,大概已经阵亡了吧,但他那屹立不倒的身姿,金刚怒目的威仪,旁腐马上就会原地复活,再不顾性命的打上半日。 但是,确定点围真的死去了,叛军才敢上前查看他的尸身。 他们很想看清楚,这个让大家伤亡惨重的,连主帅张秀都不敢直视的曹营低壮士究竟是什么模样。 人性中都有善良、忠义的一面,哪怕是各位其主,叛军对点围,更多的还是敢配合惋惜之情。 另一边,曹操已经赶到武音和主力军会合,正在焦急地等待点围的讯息,然而他得到的,是一连串噩耗,长子曹昂死了,侄子曹安民死了。 那个好久时,护卫在他身后的壮士点围,也永远离开了他,一场意外的败仗,让曹操痛失至亲和爱讲。 此刻的曹操悲从中来,不由热泪盈眶,谈泪必是情深处。 点围是在曹卫政权的草窗期主动投奔的,两人有着同甘共苦的经历。 更重要的是,他在曹操每一次遭到背叛和算计的时候,都义无反顾地站在曹操这边,直到付出生命。 之后,曹操派人取回点围的尸身,当看到点君惨烈阵亡的样子,再次忍不住放声大哭。 点围的一生是悲壮的,也是幸运的,曹操把最沉痛的眼泪给了他,也把最长久的怀念留给了他。 在以后的日子里,曹操行军打仗,每每路过点围墓地,一定会停下来,用忠劳的隆重规格亲自祭拜。 点围有个儿子,曹操就把他带在身边,寄托追思之意。 后来的文帝曹丕,也对点围辞子敬爱有加,百官封爵给予极大的尊崇。 这就是三国的侠士,他能为了私交意气孤身犯险,血流五步,更能为了君臣大义,性命向托,忠勇无悔。 对知己,他们是两位插刀的兄弟,对君上,他们是赴汤蹈火的此事。 那股誓死如归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,为这段历史注入了更多任侠浩逸,慷慨豪荡的气概。 好了今天,就先说到这边,记得订阅,按赞,分享胖胖说故事我们。 下次见。